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我今天来了故宫 因为我很喜欢来看看历史的痕迹 然后今天就再次来了 给大家拍一下我的新一期Vlog 今天是和我姐夫一起 我姐有事,所以今天就 我们俩在等待她的时候 也来学习学习 我们现在准备去进到入口了 现在就不拍了,一会儿进去再拍 我们进来了 然后我们进到这个门钉 不是进到这个门钉 进到这个五门 看到这个门钉 拍这边 就是这个门上的 门钉 长这样 然后姐夫说 那个老北京吃的那种早餐的 那个门钉肉饼 就是这个门钉 长知识了吧 说五门钉展也是细说的 五门停账 对,打屁股 是打屁股 仗则 对 仗则 是在蔡氏口 才钉展的 你看我刚才这个说就是年轻的太监 到这儿等着 不是太监 大臣进来等着汇报 就是在这广场站着等着 等着给那个皇上汇报 后面就三大殿了 太和中和宝和 大广场 大臣们上朝的时候 之前 上朝之前 会在这里等着皇上 好大一个广场 他们在这就复习一下一会儿说什么 但他真的玉门听证是在后面前进门 演习 自我跟我们排练一样 四点就进来皇上没起 那你过去不太合适 就在这儿等着 他们他们才才 比我们都辛苦 真的很大这里 这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那种历史的气息 帝王之气 对不一样 真不一样感觉 得看看 我特别喜欢跟这种 古代啊 或者是历史有关系的地方 姐夫历史学的特别特别好 所以进来都不用 找讲解的服务 姐夫会说的很有意思 很有趣 一会儿我要是学到更多的 我再跟你们说 这里是太和电 太和电旁边呢 有铜钢铁钢 这里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但是仔细看 哦 姐夫说了 这里面是装水的 是怕 之前是怕走水啊 就是着火了 然后 这两个钢里面装的都是水 就可以及时的去救火 然后这个钢上 可以看到很花嘛 被刮的 据说是八国联军的时候起来 他们以为是黄金纯金的 然后刮 结果刮完发现不是 就变成了这样 这个是太和电的后边 这是中和电 这个是宝和电 这里 可以看到 我得放大看 五级六寿 这应该不止六 这三大地应该是十寿 十寿 这边是六寿 这其他的应该都是六寿 其他的是六寿 是镇压鞋 鞋虫 古代比较迷信嘛 对 所以我们说的那个 很难受五级六寿的那个词 也是根据这个过来的吗 可能是 可能是我 反正我理解就是 比如说把我放在位置 我是什么 很难受 五级六寿 又一个新知识 get 再往前走就是前清宫了 看看这么看 是不是真的很有感觉 真的有以前那味 到前清宫了我们 这就是前朝后庭的后庭 后庆 后庆了 对 后面就是皇上自己家了 前面是工作的地方 后面是生活的地方 前清宫 这里面有一个正大光明 看不清我得过去 里面是暗的 嗯 就是外面太阳太大了 这里能看清 正大光明 正大光明嘛 是说雍正皇帝 当年要说继位寄给神的时候 写了个 顺治 顺治皇明 第一个后面 然后呢就把那个小盒子藏在了这个后面 这个扁后面 这里 他们见了 扁后面 昆宁宫 皇后住的地方 百香 西幼 百香果 气泡水 肯定有西幼 肯定有百香果 我跟姐夫到了冰角 不是不是 这是修缮记忆部 这边是冰角 我们刚去里面买了 喝的 我的是西幼百香果 气泡水 姐夫买了 美式 美式 但你看 对 姐夫这个好看 我们故宫的周边 现在我们要去慈宁宫了 到了慈宁宫再拍 这里就是慈宁宫了 但是里面我就不拍咯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这个 嘉庆41年御用建造 嘉庆是明朝的法师 岁非是明朝的 现在是御花园 我好像一个导游 还有半小时就要闭馆了 感觉又提前了 时间 现在花还没开 没有到季节 哦 这边 树 假山 其实也没有很大 嗯 不大 这里是延启宫 这是林洛宣 虚拟 林找宣 哦 林找宣 二维码可以扫一下 有一个虚拟复原体 一会咱们可以看 复原的 这里就是神武门了 我们基本上已经转完了 所以现在打算出去了 如果一会想想什么有趣的知识点 我再来补充啊 哈喽 没想到吧 本来以为结束了 但是其实还没有结束 因为改天我们又来到了公王府 很大 就是和珅的家 现在没有 没错 此刻还是只剩我跟姐夫 为什么呢 其实我姐今天来了 但是因为这个入场的时间快来不及了 所以她就去找一个停车的地方 我们就是弃居宝帅 我们俩先进了 她又是知道 我说她是居 你说她开着居 对 很有道理 我们现在进来 小心脚下 还好她没听见这一段 小院子 没事 可以 这里呢 前面是她住的地方 这个楼都是中式的楼 后面是花园 这边 后面是花园 我们现在准备进去 我们现在到她花园里的这个浮池 能看清吗 就是这儿有个池子 长得像蝙蝠的样子 因为以前他们认为蝙蝠是福气的象征 这是和珅府里面的第9999只 只蝙蝠 第9999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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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园子里面藏了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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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个 这是第9999个 而且它旁边 这个池子旁边有好多7棵榕 榕树 榕树 诶在这儿呢 鱼树的叶子很像那个时候的钱的样子 金币的样子 所以呢 等这个叶子落到了这个池子里 就把它锯住了 所以就象征 这个倾斜的 这儿可以看到 就锯在这个池子里了 所以就像一个聚宝盆 很有学问的样子 对啊 鱼游的好快啊 金鱼 小鱼 我们现在到蜜云洞的入口了 听说第1万个福就在这里面 寻宝 我们好像在寻宝一样 摸一下沾沾浮起 沾沾浮起 福字碑 对 我姐进来了 我姐进来了 嗨 等她看到我的vlog的时候 会不会对我的 又瞎说什么呢刚才 没有 夸你来着 夸你来着 一头冷汗 在这里 我们是来长知识的 你给我弄吧 自拍自拍的 感谢直播间里的好朋友们 这里信号 我们出来了 现在信号好了 请大家关注我这个知识博主 关注博主不迷路 从那走 我刚学的你没听见吗 从这 刚刚的那个福字 刚那个福字 第1万 是第1万个福字 是康熙皇帝写的 是给他的奶奶写了这个福字 之后他的奶奶就病好了 所以这个福字非常的有福气 我们也来沾沾福气 这里是步步高升 走 步步高升 步步高升 也祝你今年步步高升 祝姐夫今年也步步高升 我们大家都步步高升 还有 看Vlog的朋友们 也都步步高升 一起步步高升 嘿 嘿嘿 这里是 戏台 他们家的戏台 里面还有包尖呢 这里是包尖 这是伞座 戏台 这里是小花园了 休息的地方 他们家真的很大 刚刚我们看的那个戏楼 旁边还有一个听雨萱 是看戏休息的地方 类似于休息室 真的很大 非常大 而且还只是一半 我头发怎么飞了 知识博主也是要形象 哈哈哈哈 小猫三只 熊猫咪呀熊猫咪 嘿嘿 三兄弟 三姐妹 秀蜜 秀黄花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不行我跑了 你像我蜜蜂 不行我得先跑了 我把我把我姐给亮在那儿 也不能叫亮她不害怕 她很勇敢 她是勇士 当然了我也很勇敢 我只是有点怕虫子罢了 嘿嘿 这样看是个水 南北向看就是个瘦 这样看就是瘦 刚刚看到的那个亭子 南北向看是水 是瘦 是瘦 东西想看是水 然后它那里面流着的水 可以把小酒中放进去 然后每一个拐角 停在哪一个拐角 就是他们会有一帮朋友 坐在围成一圈 这个酒杯停到哪 然后谁就喝了这杯酒 然后揭施或者坐视 这是个游戏 叫鱼制 不是 这个亭子叫鱼制 不是 这个行为算多 这个行为叫鱼制 因为他就是不能 他是大臣嘛 等会要亲自讲解 就这个游戏 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玩 所以作为大臣 不能和皇上一样 所以你 就超越了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级别 所以叫鱼制 这也算是合身的一大罪状 包括这个瘦子本身 理解错了 还有一个北京城里 只有几个 还有一个在紫金城里面 我也是现学现讲的 咱还是让讲的有那个什么啊 有不对的地方 就得现场请教一下 这么会儿理成老师了 嗯对 行各位老师好 只有一位老师没有各位老师 这有一个现学现卖的 这有一个 我们都是学 这会儿我也不是知识博主了 我是学习博主 知道了吧 表演一个老师知道了 知道了 不对 露 大露特露 我是一个学习博主 骑了自行车回到这个 车停车的地方 我感觉这个 这一段旅程啊 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感受 怎么说呢 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道路安全 这个逆行啊不可取 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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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口不看路不可取 嗯 当自行车 电动车 摩托车 汽车 混杂在路上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多左看看右看看 怎么说呢 这一段实在是有点惊险 导致我现在也有点 这个语无伦次 但是 但是这个主旨还是很清晰的 就是大家要注意道路安全 那个安全第一条嘛 对吧 嗯 我今天 结束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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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